今天给大家唠唠周轩啊 那这个武将确实不是一个武将啊 用牛不牛逼形容他已经是非常不合适的 就这个周轩啊 他不学三国沙必王 就跟当年曹州父王后一样 这个话说的一点不过分 你说说哪有这么涉及武将的 这武将出来 你别阳间了 那阴间武将都能退环境了 再这么出下去 神干警马上就称宿将了 在周轩的统治下 三国沙已经整体发展成了 一个二级文明甚至三级文明了 已经可以汲取嗨动的力量了 你周轩还当啥解梦师啊 就你这魔法科技能力 你踏踏实实的你干事业 整个三国有谁是你的队友 咱们看周轩的技能 三学两技能一技能五妹 每轮限一次 回合开始前 你可以另一名角色 执行一个额外的回合 该回合结束时 将所有存活角色的体力值 调整为此额外回合开始时的数值 对 咱也不说其他的 你就这前面一句话 刘善基本上可以撕了 这什么开门法呀 还没打呢 我就比你多一个回合了 而且这可不是简单的放权啊 这你是可以选择自己 执行额外的回合的 就我辅助也行 我单打也行 那有朋友误误咱咱了 说你这额外回合结束 场上角色的血量 还是要回溯到回合开始呀 你可你这多的这一回合打伤害 没有用啊 除非你能把人直接打死 人死不能复生 要不然也是白忙活 那我只想说你格局小了 咱且不说可以配合卖血酱 你看看周轩的二技能 你就明白了 这周轩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时间回溯不回溯 回溯又怎么样 回溯我也能折磨你 无论你在什么多元宇宙 平宇宙串刀哪都没有用 我们来看詹梦 你使用牌石你可以执行一下一项 每回合每项各限一次 一上一回合内若没有同名牌被使用 你获得一张非伤害牌 二下一回合内当同名牌首次被使用后 你获得一张伤害牌 三另一名其他角色气质两张牌 若点数之和大于十对其造成一点火焰伤害 那这个技能的前两个选项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咱先别急 咱主要看第三个选项 这第三个选项是真的逆填 这周轩在任何回合使用一张牌 他都可以直接八一零角色两张牌 如果对方气得两张牌点数之和大于十 他又能打一点火焰伤害 对 周轩上来啥也不干 只要能使出来一张牌 那大概率就能直接产生两张牌差 加一滴血的收益 最离谱的是 周轩给人家回合出闪 冰死就逃 类似的他也能使出来这个三选项 那你基本上已经把张牌给换爆了 这个武将它看似是个三血脆皮 其实是有防御威慑的 就因为周轩詹梦有这个三选项 直接把它的这个单挑能力也拉满了 别说什么神流善了 这全阔有几个武将配拿周轩的回合 况且这技能还有稳定过牌的一二选项 这一选项的意思呢 就你周轩使用了一张上回合 不一定是你的回合 没用过的同名牌 你就能摸一张非伤害牌 比如说上回合没有用顺手 那你这回合用顺手 你就可以摸一张非伤害牌 二选项呢就没啥用了 一个延迟性的毕月吧 这回合使用牌记录下来 下回合有角色 有可能是你自己第一次用这张同名牌时 你就可以摸一张伤害牌 这张伤害牌大个率是一张杀 这两个选项保证了周轩基本上是不缺牌用的 但是不关键 而且都非常吃周轩自己的连续回合 你玩周轩你就不要放弃 有人说这武将是顶级辅助 别辅了 别辅了 你叫他辅助我都觉得屈才啊 这个武将的设计已经升为了 没法评价 打开局压制开局压制牛逼 打团打团灵魂 单挑的话神张飞也拿不准他 全国单挑地也不过分 说是辅助但是比谁都弄C 你说你这叫人玩啥呀 你还可能用这XY二维坐标系呢 这周轩已经用三维级坐标系来思考问题了 根本就不在一个体系啊 日所思之故夜所梦 大梦若期皆赴一阵黄凉